举办股东会场面相当的火爆 来自美国德州的一名环保人士 戴安·威尔森跑到现场 想要颁发黑色星球奖给台素 抗议台素在世界各地设立工厂 制造污染 而其他的环保团体成员 也一起来声援他 当这群人想要进入会场的时候 遭到工作人员阻挡 双方爆发了推极冲突 台素企业 台湾支持 今年的台素股东会特别不平静 一开始就有环保团体来踢馆 尽管他们拿着开会通知书参加 还是被台素员工阻挡在外 于是双方爆发激烈的推极冲突 一阵混乱中环保团体冲破防线 进入会场 环保团体指出拱污泥 人物厂污染土壤地下水 及六清排放的空气 可能导致居民离癌等环境公害 台素都没有善尽企业责任 因此他们来到股东会抗议 不过这个动作却让在台上报告的 台素董事长李志村感到不悦 参与抗议的还有常年在美国 对抗台素德州厂的环保人士戴安·威尔森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手上的 黑心球奖颁给台素 面对环保团体登门踢馆 台素重申非常努力在保护环境 当被批评台素二氧化碳排放太惊人 台素认为环保团体骂错对象 尽管台素九十八年的税前利益额 有两百九十五亿 比前一年成长六成三 对股东很有交代 但环保团体还是呼吁 台素应该投入更多环境成本 减少污染 不只要对股东有交代 更要对社会有交代 记者邻居们郭俊林张国良台北报道